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今集的節目又是我和袁醫生為大家做主持 袁醫生你好 Carmen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先來讀一篇我最近看到的新聞 最近在報章上有個調查 是一個香港的家庭健康 是嗎?中心和商場裡做過 是 問了七百多人 好像 嗯 或者是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資料來源 那個內容就是 香港的爸爸媽媽很辛苦 養大一條又一條的花骨龍 無非希望他們長大後 是像李嘉誠 有錢人做過名媛 另外 第四位是 何鴻生 然後就是 Facebook創辦人 朱黑八格 第六位 才是 微軟創辦人 開持的 那 雖然都會有人選 例如 李麗珊 黃金寶 這樣 但是 父母呢 其實普遍都希望 最想 子女是很富貴的 以富豪為目標的 即是奮鬥的 都是次要的 那另外 如果問他們想子女 投身哪些行業的時候 他們會首選 就是高收入的專業人士 其次就是金融業 再其次就是行政人員 那 余榮輝先生指出 香港人普遍 就將富有和成就 這兩樣東西掛勾 即是越富有 你的小朋友的成就就越大了 那 加上 父母對子女成長都很擔心 普遍來說 所以他們希望子女 都是大富大貴的 那 但是 他下了一點評論就是 不過行行出狀元 那 父母都要留些空間給子女 另外這篇調查 亦都訪問子女 最希望子女的心願 父母對子女的心願是怎樣 那首位就是健康成長 希望他們那個百分比都很重 有八成七的 八成七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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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健康為重 是健康為重 是 那就是說 沒有啦 欠缺的東西他們才會希望 是吧 那我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阿元醫生是否可以說我們講解一下 為何這麼多家長 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要健康成長呢 那健康其實本來不是必然 即是 不是我們 已經擁有了嗎 為何會去求呢 那另外第二位就是 開心生活 就有七成的父母都希望 那第三位就是 希望自己的子女都會公養父母 那就佔四成六的 四成六 四成六的percent 是 沒錯 那另外 尾三 現在說 不是排第四 是尾三 尾三就是他們有門專長 手藝 就剩下四個percent 另外對社會有貢獻 就是尾二 只有一個percent 另外呢 如果是子女精於體育 更慘 剩下0.6 就是 他們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更慘 我看到 在這個內容那裏 就是 連個表都入不到 他們呢 是加加萬米 在德育那方面 對社會有貢獻 加個人有責任感 加不要學壞的父母 總額都不到一成的人 是會選擇 那 就是我都不明白 現代都市人的價值觀 不論是怎樣 是的 袁醫生呢 以前也都寫過一篇文章 那我 你看一下 如果他 為什麼香港人一般會這樣想 譬如讓你選擇 譬如你自己想做什麼 這樣 你自己會選擇 有沒有某種的人物 你覺得 我希望好像他這樣 有沒有這些念頭呢 沒有 我想做我自己 好 好 好 沒有什麼 誰是我 我仰慕到要我成為他 或者模仿他 沒有 好 那 這個報道也很清晰 始終一些人都是現實 比較現實 對 現實都是追求什麼呢 都是錢 對 反應什麼 反應什麼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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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嗎 就是我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為什麼香港人大部分的價值都在這方面 有一個專業的工作 有固定 有一個好的收入 對吧 那麼 所謂最想做的 當然就是 香港首富 對吧 嗯 其實很明顯 反應什麼 我覺得反應 香港的大部分人 我不敢說所有 幾受新聞報紙的洗腦 即是社交化 幾嚴重 即是你留意一下現在的新聞 他們去報獎的人物 不是有錢 就是靚 哪個哪個嫁了多少卡戒指 哪個哪個賺了多少錢 而是很少再去著重 在心靈和德育方面的探討 即是你試一下 有個名人去做了善事 這樣 和有個明星嫁了一個有錢人 蝙蝠相差很遠很遠 即是我覺得 即是我覺得 香港人喪失了自己的思考 是純粹是吸收身邊的東西 然後就 即是一起去追尋那件事 就覺得那件事是真理 這樣 我相信那些 剛才報紙提及 即是選得比較少的價值觀 其實我相信 沒有人會不認為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好的 但是 他真的坐下來選擇的時候 他都不會排得最高 最排得最高始終是金錢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反應 大部分人覺得自己都是窮 當然 覺得自己做做做做到後來只有一個吉 是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很多次 知不知道 我們整個地球的整個制度 金融制度 醫療制度 是令到我們奴役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挨窮 我們不需要強行 又說要立法 要最低工資 最長的工作時間 這些全部是一種假象 我們是不需要的 真正的解決方法 當然不是這個層面 我跟大家叫大家看那個TRIBE THRIE那個輕盛片段 很值得看 我們很多是一個假象 我們為什麼個人最頭來 都覺得是不夠錢用 就是追求經濟方面的安全 就是因為大部分人最終都是窮的 都是不夠錢的 都要靠人的 靠政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反映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我不相信那些人會認為 原來我甚至是學壞好 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那些價值觀傳道很重要的 但始終最終最終的現實 那個現實反映 大部分人都是經濟上是感覺不足的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最可悲的是 根本是完全不需要這樣做的 做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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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其實什麼都沒有 我們在這個免費能源 一向都有的 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那個資源方面 免費能源方面 這個科技 不要被它壓制下來 不要被它打壓下來 我們利用這個科技 我們根本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很好 健康方面 大家都看過 我也寫了一篇幾年前 《孩子最重要的禮物》 《雜誌》 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我剛剛就在那個架裡看到 就是那個對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 禮物 我在這裡為大家簡單地讀一讀 袁醫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最重要的禮物 父母能夠給予兒女享受一生的健康 就相信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了 孩子健康就是無價寶 父母愛子之心可謂無微不止 很多父母最大的喜樂 就是莫過於為了自己的兒女盡心盡力 父母都會認為 有禮物送給心愛的兒女是一種樂趣 無論是她的第一件玩具 至到三輪車 甚至是汽車 以至為兒女買第一間居所也好 我們通常都是希望子女的生活 就是一日比一日好的 不過我們有沒有想過 沒有一份禮物是比她的健康更加重要的呢 但這件事我們經常都忽略了或者忘記了 健康這份禮物既買不到 也借不到 也找不到 只能夠自己學習得到 任何父母能夠給子女享受一生的健康 相信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加重要的了 不單止是為自己好 更加可以為兒女那一代著想 因為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當兒女長大的時候 可能為了照顧病患的父母 需要付出很大的精神 情緒情感和經濟等種種負擔 有時這種負擔令兒女事業都需要作出妥協 或者受到阻礙 然後第二段就看看驚人的醫療費用 在所有文明國家 醫療費用往往是最大的開支 例如在美國 醫療費用已經達到一兆美元 超… 1.7萬億美元 比軍費更厲害 但大家不要忘記 美國是全世界第一大軍事強國 至於加拿大的醫療費用 在那時是教育經費的兩倍 香港現在亦都正為醫療費用 不斷高速增長而好傷腦筋 大部分的醫療費用 都是用在治療一些末期的慢性病 還有英雄式的干預治療的醫療方面 老人家在臨終前 受病病魔的困擾往往達到12年那麼長 華爾街報章曾經有一項報道 就是說在美國導致私人破產最主要的原因 是醫療費用 很多人牢碌了大半世 掃了一筆錢 以為可以安享晚年或留給子女 誰知道到頭來全部都在醫療費用上花光 甚至要連累到子女 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人口不斷老化 預計在2025年 每一個青少年就需要負擔兩位65歲的老人家 如果現在的老人多病這個情況不改善 社會是沒有足夠資源去照顧老年人的慢性病 我們人要有智慧活得長壽健康 第三段就是 近年防止衰老醫學已有突破性的發展 我們只需要掌握這些新知識 學習如何保持良好的健康 以及在生活飲食方面樹立榜樣 這樣就可以讓孩子避免 背上一個包袱就是父母長年患病 很多時候父母的說話 未能夠付諸實行忽略自己的健康 這樣言行不一也讓孩子無所適從 或者讓孩子感覺到被欺騙而對你不滿 要成功地教導他人過好的健康生活 其實最重要就是以身作則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方法和有智慧 令人類活得更加長久更加健康 如果能夠將這些知識留給我們的後代 親朋戚友一起分享 這樣才是送給你最愛的人的最好的禮物 那袁醫生是否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那你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們最近的調查 都精神幾百個家長 都發現大家都認為健康是最重要的 很多時候都說健康是很多 一系列的數字 零的之前的一 即是說你即使有一千萬一億也好 那麼多的零 如果沒有了前面的一 都是零 其實都是零的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得到 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那其次呢 他就說那個開心 其實開心和健康其實是很大關係的 當你周生病的時候 你多多錢在身上都沒有用 那個喬貝斯 睡覺 他很有錢的 全世界數得出的首富 當你沒有健康的時候 有沒有用呢 所以健康和快樂是很相關的 那麼也都看到了 香港的父母都希望 十元仔四十六個百分之 希望將來年紀大的時候 有子女可以照顧他們 供養他們 可以供養他們 我那篇文章是在父母雜誌 很多年前的專欄裡面的 講及的 其實當時我經常都有一種 遇到一些病人 其實在不同的年齡 我所說的都是相似的 很多人發現很多老人家 他不是說經濟有問題 他總是在習慣上是折健 省錢 不捨得 不捨得看醫生 不捨得照顧自己 用錢在自己的健康身上 結果到頭來 其實受害的是誰呢 是他們的子女 因為當父母有病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發現 很多小朋友 都是要花很多精神時間 來照顧他們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跟家長的父母說 年紀大那些 我說你真的不要 要想通一點 你自己身體為了 你省錢 令自己身體無法處理得好 然後多病 最後最後 受苦是你的小朋友 我覺得有時候 你對小朋友好 愛惜自己的小朋友 其實自己應該照顧自己的健康 不要成為一個小孩子的包袱 很多時候 我跟那些年輕人都是這樣說 我從一個很自私的角度來說 你都應該盡量 是扔一些資源 照顧你父母的健康 有時候很多時候 想著年紀都大 老人家都是這樣 我都這麼大把年紀 當然有些病的 算吧算吧 不管他 那些年輕人 有時候都覺得 是否值得 你花錢扔在老人家那裡 其實我很簡單 提示他們 當他老人家真的有病的時候 其實他走不走脫 其實大部分都走不脫 都是花很多精神時間 又要照顧他們 所以如果是這樣 自私的心態來看 你不如整好他們的健康 花些資源 令他們不會多病 最終得意 其實誰都是你們 都不會有一個老人家要照顧 我真的遇過很多的家庭 因為老人家多病 那個子女是不能外出的 不能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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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人家是家 然後他不喜歡家 沒有人陪 就算放在一個老人中心 去照顧 暫時照顧 他都不喜歡 結果要等老人家 然後百年歸老 很多年之後 他才可以自由身去做 自己想做的出國旅行 所以健康是很明顯的 是吧 不單止自己的痛苦 受苦 其實對我們整個人的 周遭的家庭的生活質素 整個社會的環境 都很大的影響 所以多常我都聽到 有些病人問我 到底健康知道 是怎樣做出來呢 尤其是要10元健康 不是把口過 希望百分之80 失去健康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做不到呢 為什麼香港最近的調查 發現百分之78 香港人都處於一種 健康的狀態呢 那就是說 他是叫功能性的病 就是他不是病到 可以給他一個名字 或者還未病到死的 總之呢 他又不是覺得自己 懷孔很好啊 精力充沛啊 就是晚上下班之後 就什麼都不想做 只是坐在電視機面前 在那裡休息 其實很多人的精力 健康其實就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 健康的人叫做 吃得睡得玩得開心 就享受工作 享受食物 享受去玩 有足夠精力 下班之後 就可以出去消遣玩 那這個是一個健康的人的狀態 大部分人都是不是的 總之是捱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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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可惜 很可悲 因為我們的人 設計出來 是可以很健康成長 是不需要多病的 那我遇到一些家長 工常會問我 就是做了一個小朋友 現在是很難臭的 整天都是不開心 吃不吃東西 睡覺睡得不好 搞一些工人都很辛苦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社會越來越富裕 很明顯 背後就是他不健康 因為健康的小朋友 一睡就睡到天亮了 中間不會呱呱叫 吃的方面 全部都是很自然 順順利利 成長階段 一級一級這樣去的 自然就會自己戒療片 自然會停止絕手指 自然就 其實全部都是自然的 你不需要特別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是一個健康的小朋友 應該有的 我可以這樣說 香港的家庭 絕少有機會 是享受到健康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很辛苦 很頭痛 因為處理審問者健康問題 好了 其實要審問者健康 其實要怎樣呢 實在 實行方面很簡單 兩夫妻未懷孕之前 花半年的時間 將自己身體搞好先 然後去受人 用自然的方法 不需要用人工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 今時今日 很普遍 三個有一個夫妻 是想生死的 就生不到 是 想的辦法很多年都不行 即是盡量 關鍵就是整好自己的身體 健康的關鍵就是什麼呢 就是排毒 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是導致疾病的最基本的原因 所以要照顧健康 要提升自己健康 的手法就是要不斷排毒 原來我們有很多工具排毒 洗腸 推動淋巴 體質水療 清肝 就是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都是幫助我們 輔助我們身體排毒 但是小朋友 是不是都可以洗腸呢 那小朋友 通常都不需要用到洗腸 但是你知道過去 洗腸這個工具 是家家戶戶 都是經常用在處理小朋友的病 比如小朋友發燒 不舒服 媽媽或者婆婆 第一件事就幫他做灌腸 其實早年 在美國的家庭 就用這些方法去自己 搞定身份底的病 有什麼時候幫他灌腸 那什麼的病都很快 都康復了 所以這個是一種 毒素內序 是一個病的根源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在未懷孕之前 搞好自己身體 正常的天然的受孕 然後整個過程 在懷孕期間 千萬不要做了 一些無謂的檢查 搞來搞去 保持身體健康 正常的 沒有干預的自然的生產 的分娩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所有的疫苗注射都不需要 這方面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過很多很多次 避免受了疫苗的破壞 導致免疫能力全部崩潰 然後以後就多病了 那出生之後 起碼六個月 全部拿人奶胃 全部起碼六個月 一年之內 橙、小麥、牛奶 這些食物 盡量不要被他接觸 因為這些都是很容易 導致敏感的食物 然後吃東西方面 新的食物慢慢地加入 不要一次過 小朋友大人吃什麼 他都能吃 其實很多時候 小朋友的消化能力 還未完整 建立得好 如果你是用這些 大量的食物工具 來刺激他 有很多容易 雖然食物敏感這個問題 所以 還有 殺蚊仔當他有病的時候 用天然的方法 用同類療法 自然療法 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你不需要動不動 用一些化學藥 幫他殺蚊 殺蚊 令他的身體被弱蚊 弱蚊 如果你能夠用這些方法 還有食物仔 一定會經歷過 基本食物仔同年應該出現的病 譬如麻疹、水痘 有時候有些 簡單一些 現在最近有些 星紅熱出現 食物仔都要經歷這些病 才能夠將自己的免疫能力 樹立起來 你要用打針的方法 騙你的身體 其實你是得不到 正確的免疫能力 但據我所知 現在很多媽媽水痘針 好像是 例行公事 其實很多人都會打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 那個做法 都是以為 食物仔應該要去打針 很少人在背後 真的看過這方面的 資料的真相 包括香港很多醫生 包括打針的醫生 我相信他從來沒有看過 背後的真正科學數據 他都以為是有益的 但其實我們 如果在我們的節目 聽過節目的人都看到 我們過去聽過很多次 我們都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打針絕對是非常危險的 是沒有這麼需要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 簡單再說一說 我們這些疾病 過去傳染病死亡都消失 不是因為打針的功勞 因為在我們打針未出現之前 這些傳染病的死亡率 已經減了90% 所以這不是因為打針 令到傳染病消失的 傳染病消失是因為 公眾衛生設施 食水烏水分隔 生活環境安逸了 即是我們的環境的保護方面 是好很多很多 食物至少充足先 不會經常在飢餓的狀態過日子 第一 第二 你說這些疫苗注射 是否真的有效預防疾病 是無數的科研發現 當疫症出現的時候 打針的人往往是 中招機會更多於沒有打針的 所以疫苗注射 是不能夠有效防止這些病 但是這些針藥推出之前 不是做了臨床實驗嗎 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這些臨床的資料 你會發現 那個事實 是完全不是我們以為是這樣的 我們的資料發現 根本大部分的疫苗 當它真的有病的時候 比如有一個疫症出現的地方 打針和沒有打針的人 中招機會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有很多情況之下 打過針的小型 中招機會更高於沒有打針的小型 所以真正的科研 我相信大家沒有看過 肯定大部分沒有看過 但是普遍市民會信任政府 或者信任我們的專家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整個教育制度 都是希望我們自己 要人照顧 政府照顧 他幫我們把關 幫你把關 自己不用思考 其實我們就做為人的奴隸 奴隸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 很多時候打針背後有很多問題 最主要就是我們為什麼要 這些兒童病 其實不需要預防 因為這些兒童病的最主要 關鍵的功效 是令到我們能夠斷軟的身體 成立一個真正的免疫的能力 發現 譬如出過水痘 麻疹的十分之外 他們患過濕疹的機會 是遠遠少過 沒有出過這些兒童病的 這樣有 那好吧 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先來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過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兒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剛才袁醫生和我們探討 小朋友健康這個問題 那袁醫生是否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呢 好了 除了沙文仔六個月的餵人奶 斷奶之後 都要將那個食物 即是你不需要完全100%斷 你可以做一種附和性的餵人奶 甚至乎一年兩年都不重要的 其實會更加好的 那你加的新食物的時候 就一樣樣加 即是不要加得太多太快 起碼第一年 雞蛋、牛奶、小麥 就盡量不要給它用 因為這些是屬於高度敏感 當然其中的原因 可能現在這些食物 很多基因製造的 導致很多高度敏感 那沙文仔有病的時候 用自然的方法處理 那如果大家是肯去這樣做的時候 到沙文仔 即以後的沙文仔這些病其實是很難的 你想整病是很難的 這些小朋友我自己見過 我家裡有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成長的 是 他們健康到真的很難病 真的很難病 但是今時今日大部分的家長是剛剛相反的 是 甚至是經常病的 即是表面經常是病的 經常都是看醫生 看醫生 越看就越多問題 那不要說 如果你因為打針 搞到疑閉症出來 這個更加頭痛 更加可怕的問題 那所以呢 大家都會說 87%都認為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也都可以反映 就是因為很多沙文是不健康的 當然 因為我剛才很多價值觀 其實都應該都很重要的 是吧 為什麼他不只養最頂呢 其實是反映 是很多現在今時今日的人 都是很不健康的 也都證明為什麼 那些人想做李嘉誠做有錢人呢 因為大部分人做了一輩子都是不夠的 都要靠政府 靠人養 希望子女48% 希望將來還要子女養 好像還要父女他們不夠 希望他再繼續養他 就是一個很可悲的 一個很可悲的 我們根本完全不需要 我們是可以足夠的資源 是令到地球所有的人 可以健康快樂地生活下去的 但是很可惜呢 我們完全是相反地出現了 原因就是我們 我們的資訊方面 是全部被人封閉了 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是大家沒有機會接觸到的 令到大家是做了很多 是傷自己身體也好 是做一個奴隱 做一個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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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可惜的 在我們的電台節目 以及我們整個原網台 我都是希望跟大家 給多些這方面的資訊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可以釋放在奴役裡面 釋放出來的 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多點學習 剛才另外余醫生你提過 最好就是正常懷孕 來到生育下一代 但是現在 你剛才也說過 每三對夫婦 就有一對不孕 很多人會去做人工仇人 我之前也看過一篇報道 就說如果人工仇人的話 這個是精子注射法的仇人方法 一成的機率就會生K型的BB 那篇報道就很短 我現在就讀給大家聽 他就說 人工仇人是很多高齡 和不育婦女的救星 恆基四叔的大仔 李嘉傑更加採用人工仇人的方法 令代母懷三胞胎 英國一項調查就發現 當地每年有二萬三千個婦女採用 單精子卵細胞 將來微型注射法 簡稱ICSI 平均每十個胎兒 就會有一個出現K型 有產婦科專家呼籲 ICSI風險較高 應選用其他低風險的人工仇人方法 另外 婦產科專科醫生盧永潔指出 採用精子注射法的副作用比較多 較易令胎兒畸形 你用不自然的方法 將精子硬闖入卵子 可能就會破壞染色體 她表示 父母一般都不會選用 風險較大和較昂貴的精子注射法 估計 本港平均每100個接受人工仇人 只有1-5個會採用 其餘大部分都會選用 打針又發排卵的方式 以增加 受人機會 除非男性的精子數量太少 和質量太差 沒有能力穿透卵子鑑膜才會冒險使用 袁醫生 你對於人工仇人有什麼看法呢? 你都看到 這個真相其實不是很多人知 有很多男女生不到10元 企圖想用科技的方法幫助她仇人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算讓你用這個方法成功受孕 其實那些小孩的將來健康也不太好 我們父母經常都說 最希望小孩成長健康 百分之八十七都希望健康 但如果用這個方法之後 所謂已經穩實艱難 所有人都想做李嘉誠 所有人到頭來都是窮的 所以你看到 竟然沒有人知道 用這些人工受孕方法 就算讓你成功 做到一個小孩子回來 她將來健康是很差的 我覺得值不值得呢? 最大的問題是 這些方法 其實那個效率有多高呢? 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在1995年 我在無意之間 找到一個Newsweek的雜誌裡面 有一個專項文章 就是關於人工受孕這方面的不孕的問題 這個是September 4日 1995年 原來在封面他們說 這些高科技的科學 對不孕的男女的失敗率 差不多是四個有三個失敗的 其實失敗率是很高的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沒有這個數據 我所說的 十個有一個 仍是三十歲 是奇形 不是很多人了解這個問題 其實是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好的 這篇文章一開始 就講一位Jody Patterson 36歲的人 她就缺了分 缺了分 八個月左右 已經覺得急不代及了 想去生 小朋友 八個月左右 然後就開始走入這些科技的魔爪 她自己就住在馬尼蘭州 怎樣呢 就熬了一年的不同的測試 由那個精蟲分析的測試 以及要注射那些造影數 進她的書籠券那裡 看看她有沒有問題 結果發現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大部份的北印男女 就最怕聽到這件事 檢查出來發現完全沒事 但也不可以 所以這位女士 差不多每個月 天天吃一些所謂的藥物 做過IUI 做過九次的內置 精蟲內置的手術 把精蟲直接注射到她的子宮 做過九次的 那她的醫療費用 差不多是四萬元的 四萬元美金 在1990年的時候 差不多四萬元用了 連縮公司一毛錢都不允許 最後 那醫生才發現 原來她的酸卵管 根本已經失敗了 即是她做了這些 所糾纏的治療 根本是浪費的 根本是浪費的 根本是不能浪費的 所以根本是不應該做這個 好了 那她就用了那個IVF Introfertilization IVF 用了一個很微細的針筒 把精蟲和精子 在實驗室裡面 是先受了人之後 即是不用自己去 然後呢 就先注射到那個 那個酸卵管那裡 結果發現了什麼呢 差點是宮外人死了 搞到她 即是搞出這個大陀佛 即是之前九次才發現失了 然後還要 然後用這個方法 就更加搞到原來 致命的宮外人搞出來 然後她再連續試三次 那可以這樣說 即是她到頭來感覺怎麼樣呢 即是是不是還想試呢 很嘴爽 為什麼 那大部分這些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的雙方 很多時候 是起了一步之後 他們都不新式的 即是經常都想繼續 繼續做 繼續做 雖然呢 那個成功率 是越來越下降的 即不是說高的成功率 是成功率 基本上 是每試一次 是只會越來越低的 但是很多人 都要不斷地試下去 即是第一次 不只有再試 那再試呢 越試呢 成功率就越來越高 是越來越低 那譬如這個資料說 這個是 在一九九年年的研究 用IVF這個 他說第一次的成功率 大概是 大概是 13% 到第二次再試呢 就跌到10.7% 到第三次再試 是6.9% 到第四次再試 是4.3% 你可以看到 其實呢 你根本呢 試過之後呢 你不用繼續試下去了 因為你越試 成功率是越低的 即不是越來越高的 很多人都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真實的數據 讓他知道 大部分人呢 就去做 去做 那好了 那到底整體來說呢 在美國呢 有這個1993年呢 就有267個診所呢 是匯報它那個成功率 給一個美國那個 新席學會 醫學會的資料 那他們試過呢 就267個診所 做過 41,209個 即是 輔助受孕的步驟 其中呢 其中呢 只有8741個呢 是有判到10元仔的 那即是成功率是21.2% 那即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看到呢 即是 成功率是五分一 即是五分一 五分一 那是很低的 那再加上呢 就算成功的個案裏面呢 亦都很多些人呢 是根本呢 即是生出什麼 就是有問題 那好了 北人的雙胞 這個是舊的資料來的 那1965年左右呢 北人的夫婦呢 大概有14.5 14.5% 哇 都不低喔 到1995年那時候呢 就增加到18.5% 1995年 相信今時今日呢 三對夫婦 有一對呢 是經常上山都生不到的 那其中裡面呢 百分之四十呢 是因為女士那方面的問題啦 百分之五十呢 是男士那方面啦 百分之二十呢 大家都不知道 真正的 真正的原因是怎麼樣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很多人呢 都是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方法呢 其實呢 他到頭來 他的成功率呢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高的 但是很多人呢 都是 就是好像 就是 中了下去之後呢 就是不斷地不放棄 他不斷地去採用的 但是呢 我想是他們沒有辦法了 就是很想生 又不知道還有什麼出路 那樣啦 但是呢 最終的最終的結果 他發現呢 他說 基本上呢 你給時間也好 就是你假如時日呢 你受孕的機會呢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做完了 就是這樣 就是不做都沒有分別 你不做呢 你就這樣試咯 一年就兩年 兩年就三年咯 那最終的成功率呢 跟你去用這些高科技 是一樣的 就是浪費錢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浪費 浪費錢做一件事 自己呢 在我們的過去經驗裡面呢 我也和大家也說過一下的了 就是洗腸是一個很有效的工具 那麼我們不能夠給任何的早年的科研資料 因為始終洗腸的科研資料 都是很多年前 當洗腸是很流行的醫療上的工具 但是到今時今日呢 已經被醫學界排斥到 已經被掩蓋到 就沒什麼機會 一般人都普遍做不到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呢 我們遇過很多的那些女士 她就說她自己是很難受孕的 所以她從來都不去避孕的 但是洗腸沒多久呢 就懷孕了 那也都試過有些女士 已經高齡的女士 也都覺得自己懷孕的機會很少 也都沒有做任何的避孕的方法 結果洗腸沒多久 那怎算好呢 就要幾十歲了 就要幾十歲了 然後懷孕又怎算好呢 那是我自己的臨床的經驗 我發現洗腸是可以幫助受孕的機會 其實原因很簡單 毒素內聚、營養不良 是導致很多病的主要原因來的 如果你能夠把子宮附近的大腸 那些髒的東西清洗了之後 起碼你的子宮不是圍繞著毒素的環境之下 如果你的身體覺得 這麼乾淨的環境可以 可以去試試受孕 如果不然你可能覺得 這麼髒的環境 生不太多 生不太多 生出來生不太多 可能會多病 那我自己用最簡單的常理 以及我自己的臨床經驗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簡單方法 身體排毒是一種簡單方法 還有營養方面的補充 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很多人就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最簡單就是吃那些多胎丸 生不太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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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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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分享一個新聞 不過我 是因為坐車的時候 是心機聽的 所以這些數字 大家暫時未能作準 我他日找出來 我會上去討論區 我大約當時聽到 我們現在的深切治療部 那個房間其實很緊張 因為那個新聞報導指出 現在很多多胎的嬰兒 就算天然 就是我們普通的胎胎 其實身體都會比較弱 而且體型小一點 但因為很多人 簡直是人位 所以多胎胎的數字 是不斷上升 甚至霸佔了 深切治療部 超過一半的房間 變成那些醫護人員 當時在新聞道 就反映 對他們構成很大的壓力 變成有些真的有需要 深切治療部 是不夠分 給普通病人 譬如你突然間 成人、老人 有什麼事要使用 其實你會發現 被這些嬰兒 已經佔了超過一半 希望政府多點關注 他們當時的新聞 是說 亦都說 因為在香港接受 這個 人工受孕很貴 他們甚至非法會上去大陸 只需要付幾萬元 去做這些手術 變成近年的數字 急升得更厲害 是 即是你看到現在的人身體健康越來越差 所以變成不孕的情況越來越高 亦都做過一個研究 是大學生的精子數字 我忘記了哪一個時間的比較 總之是跌了成半 在某個時候 可能在二十年裡面 這麼厲害 大學生的精子本身 數量跌了成半 那麼多 所以你看到 其實受不受孕 壞不懷孕 背後的原因 就是健康的問題 那麼你將身體自己搞好健康之後 你就會自然會受孕 不需要用一些很危險的方法去做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Cloman 這一隻 即是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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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催生的那些 卵子 增加卵子 他發現是跟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卵巢癌有關 有直接關係 那麼你始終這些這樣的 即是不多自然的工具 其實背後一定是有很多 有很多副作用的 那麼在我們的醫療的選擇方面 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人是被迫採取一種 即是 所謂對抗性的西醫的方法 那麼大部分人是一種錯覺的 經常以為西醫的方法 是科學的基礎的 有科學證實的方法 而自然醫療的方法 包括中醫在內 是沒有什麼科學的根據 其實是剛剛相反的 那麼西醫所做的事 百分之八十九十 是沒有科學根據證實的 反而自然醫療的工具 是有很多很多科學證實的 那麼我看到 為什麼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 因為大部分人所接收的資料 很多是一種歪曲的資料 在一個有政治動機之下 是令到逼你的人 是用這種這樣的 不是最有經濟效益的醫療工具 那麼西醫的方法 我們不是說全部 否定他們的貢獻 它通常是一些創傷性的問題 斷骨、流血不止 這些文明人都會出現的問題 但是文明人這些病 大概佔多少呢 大概佔10%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的 有什麼東西呢 都是用一些無效的方法去搞身體 搞到身體變成急性病變成慢性病 那才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其他方法用的時候 又要急功近來 要立即要醫好 是的 我剛剛想說 他們會覺得自然醫療慢的 一般他們要趕著小孩子 例如馬上退消 馬上學要考試做功課 上小一日課就損失很多 追不上 是的 但是這個就是一種錯的想法 自然醫療是可以很快的 在那些感冒、流感之外之類 可能幾個半天、一小時 一天之內都完成了 但是大家沒有機會去體驗得到 當然很多人用的時候 都是由一個急性病變成慢性病 慢性病的處理不是一個體質問題 是不可能幾個小時、幾天可以好 但是如果你遇到急性病 療法是快得驚人 嚇得嚇死你 我最近有次去整牙 Also都要做手術性 要有麻醉之類的 回來後我覺得牙的рут sí 始終覺得不正常 就是感覺上也像麻麻木木 不是很舒服的 結果我就吃了一個 30次幾 presses 两royogen 還不夠五分鐘 完全感覺 TWIN 完全好像是正常ерг vapor 非常容易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什麼藥 可以在1、2分鐘之內 一吃了之後 立即那種感覺 一路一路回来 五分钟之后就完全正常化 痛都没有 一些都不痛 我说是开了刀 捞针的手术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可惜 真正正能够体验到自然医疗的人 是真是好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制度问题 我经常跟大家分析 很多时候不能靠人的善意 或者心底好去帮你 其实帮也抵不过这个制度 我经常都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黑奴的制度 仍然存在的时候 你怎么帮那些黑人呢 最后的方法是把这个制度改 我们香港的基本法要改的 我们应该有个基本 基本法里面应该有个 《基本选择医疗自由的基本权益》 没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有很多途径被人打压下来 这件事我跟大家不断地分享 希望大家有兴趣 在这方面做点事的时候 可以和我们联络 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一直都有这种心态 心意想做事的 TRIVE的DVD 和大家都聊过一下 其实很多事可以做的 总有小时间 我们都不断地有听众 给一些电邮给我们的 或者简单听一下有什么问题 是的 最近有一封 他就是Andrew Wong 他就想问袁医生 如果婴儿有气管敏感 感染感冒之后 就很容易引致到 气管炎和喘气 另外敏感咳也很难好 想问袁医生 自然疗法能不能跟治得到 这位听众说的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到 你说敏感咳很难好 在西伊来说敏感是没得医的 是 但很多时候 如果你处理这些 这样的呼吸系统 敏感处理都不好 很快 这个室友会变成敲喘的 OK 当然 在我自然医生 这些问题 真的 不要说湿碎 当然可以治疗 其实很少病说没得医的 OK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 那些小孩那些 我治疗那些病 有些事情 我自己都害怕的 我自己觉得 哇 这样也可以的 我认识有一个小朋友的案子 她说天生性 是整个食道 她不是通信这么简单 她整个上额 整个食道都打开 是裂开的 哇 一个出生有问题的一个婴儿 要用食管 食道管来喂她吃 虽然用食管来喂 都不断地吐 一管 落得那头吐出来 那头吐出来 结果要什么 我用同学疗法医去 我自己都呆了 那接着又怎样呢 这种天生性的问题 它不只是通信 整个食道都打开了 一样治疗她 一样治疗她 但治疗她的情形是怎样呢 即是 埋回还是不吐 她不再扭 当然她慢慢来埋回 时间上都会慢慢埋回 但我猜不到 一吃之后 一个星期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是会改善的 那你想想 什么叫做医不到呢 我真的 有时候我自己都呆了 我试过有个小朋友 那个小孩 他有肚瓷小肠气 肚瓷小肠气 他不是一个孔 不是一个波 整个肚子打开的那种小肠气 那怎么办呢 他们在肚子里面 不能移动 就让她大一点 再帮她开刀 练习 结果我用同样疗化给她用 一直一直收 整个肚瓷都打开的那种小肠气 不是一个小肠的 不是一个孔的 一直收一收 全会正常化 所以有时候人们很可惜 但她的灾照是怎样 已经预合了 没有小肠气的东西 你都看到 妈妈不需要做手术 自己就好了 因为身体有治愈的能力 自然医疗 你用天然的工具 是辅助你身体 进行自己的治愈的能力 所以没有叫做不行 最简单来说 你没试过 没试一下 当然会知道 那个好处是哪 那好吧 还有小时间 我们读下一封信 应该是同一位听众 这个姓梁 梁小姐 梁小姐 她就问一问 她的甲状线 在左右两边都生了几粒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而且最近的尺寸变大 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 医生 另外用自然疗法 是有没有成效的呢 第一 我们都不知道 那是什么肿瘤 有时候可能是水浪 水浪 就算你做手术 用针来把液体拔出来 都可以控制得不错的 在我们的过去 在我们的基本上 原则就是这样 你身体的流种 是你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成长的 如果健康的人就不会有的 健康的人也有机会 将它自己生出来的流种 可以收复它 所以答案很简单 永远都是试一种天然的方法 自然的方法 有没有效 都起码不会伤你身体 那没有效 你再想想其他方法 是吧 如果你动不动去开刀 肯定会有一个关系 但通常西医院跟你说 你要尽快决定 如果不是危害生命 包括癌症在内 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病 最近教育局局长 孙明洋 孙明洋 说公布他有甲上肢癌症 其实有几类的癌症 是不会令你短命的 在这里你不理 都是这么多命的 甲上肢癌 其中一个 前列腺癌 95%的前列腺癌的人 是没有事的 即是你不需要太过 aggressive去弄它 你弄出来的后遗症 比本身病更差 还有一种 是一种乳癌 很常见的乳癌 叫Ductocasinoma incytal 澳洲的医生发现了 很多女性 是过去有这个病 是没有因此而死亡的 所以其实很多癌症 是很慢的 90%的癌症 是会自己好的 那我和大家也有本书 Andre Morris 叫做癌症不舍疾病 一本中文翻译本 是 有机会自己可以去健康店 去买这本书 自己看一下 知识就是力量 即无知是会害人的 会死亡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不要 盡量吸收多方面的知识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那好吧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意见 可以欢迎 随时去我们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今集时间到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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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